四地里的苦即灭讲完了 这一章我们讲第四个 道地 什么叫道地呢 通向涅槃这个目标的全部修习的方法和途径就叫道地 我们说一下苦即灭道 用现在话解释 苦就是现象 即就是原因 灭就是目标 道就是方法 所以所谓道地 就是为了达到灭地提出来的最高理想目标的所有方法 通向涅槃之路的方法 佛教总结为八正道 这个比较难记顺序 正见正至正与正业正命正经进正念正定 我们把它一般归结的比较简单 一是方便记 二是方便修行 叫戒定会三学 所谓戒 就是戒条 戒条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是用来治恶的 用来约束佛教徒日常的生活和纪律 这个戒 后来就扩大为极其繁琐 极其庞大的律 律宗的祖师 是家业 中国佛教说家业也是他们禅宗的祖师 其实这是一种附会 家业一直是律宗的开山祖 因为他本人性格是非常古板的 佛祖十大弟子里头 摩科家业是苦行第一 就这个人对自己非常的苦 就是专修苦行 就是很古板性格 当时禅宗附会家业说 他们是禅宗祖师的故事是说 佛祖讲经 棉花为孝 棉花的时候就家业懂了 其实这不太合理 因为在佛祖十大弟子里头 智慧第一是舍利佛 就舍利佛智慧第一 多文第一是阿难 就是说真正理解力最强的人是阿难 真正思想力最强的人是舍利佛 摩科家业 性格非常古板 他是否能成为禅宗的祖师 这是值得怀疑的 只不过因为家业 他的地位在十大弟子里比较高 他是排第一的 心经就是讲给舍利佛的 心经里头经常谈到 舍利子什么什么什么 舍利子色不一空什么什么 这个舍利子就是舍利佛 虽然他智慧第一 但我怀疑他听讲不是很专心 跟有的同学一样 听讲不是很专心 所以佛祖讲着讲着 经常要叫他一下舍利佛 而阿难他长期跟随佛祖 佛祖每年讲经 尤其是在晚年的时候 我们谈到佛祖每年有九个月的时间 在外面讲经 长期跟随佛祖在外讲经的人是阿难 所以对佛祖的所有的思想 理解最多或者记忆最多的人是阿难 而第一次集结的时候 就是经书第一次集结的时候 也是由阿难当众背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不展开讲道地了 大家就理解一下道地就是戒定会三学 我们拆开分着谈一个简单的谈一下戒定会三学 所谈定又一座禅定 中文又一座止 停止的止 所谈定是注意力非常集中 通过集中的注意力 或者集中注意力与一个对象 会引发的心理活动 就是在精神思维上引发的心理活动 注意力集中的程度不同 在心理上引发的活动和思维不同 但是大家要注意 这往往会导致反常的或者奇特的 甚至一些病态的精神反应和心理状态 禅定这件事情 大家经常谈做一个禅定 其实在佛教里头 禅定也是不可以轻易做的 整个禅定是有专门的经书指导的 做禅定的时候是要有师父专门指导你 禅定通过精神思维集中注意力 产生精神的大量的幻觉 这对现代心理学是有重大意义的 更有意义的是 当时的佛教禅定书籍 仍然提出了大量的治疗方法 就是说当你禅定出现了某一种心理状态的时候 应该如何治疗 这可以开创现代心理治疗学 禅定的经书里讲 像你禅定的环境 比如说安静的房间 然后呢 你是不是要吃饱了喝足了 然后呢 当时的温度湿度有没有风 这都是有要求的 就是说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不是随便可以禅定 禅定是有非常细的这个外在要求的 而且它的方法也是由师父指导的 否则的话 它确实会产生大量的病态现象 佛教所有的神通 都是从禅定中幻想出来的 因为佛教认为真幻是一体的 所以幻中法也可以体现为世间法 所以在世间会有各种神通 而这种神通 折射出来的就是整个佛教界的世界地图 什么叫佛教界的世界地图呢 就是所谓佛教界的三界 大家以为都是瞎想出来的 不是 这是由禅定引发出来的世界地图 禅定 在你逐渐的入定的过程里头 会有很多生理和心理的现象 然后你会以为它是真的 比如你会觉得忽然什么都能看见 虽然没有睁眼 就看见了所有的东西 这叫天眼通 然后它推置到极致 就叫实无边处 就可以看到无边无尽的地方 然后你逐渐安静的过程里 你就好像什么都能听到一样 就是天耳通 文无边处 听到无穷无尽的声音 禅定 我们刚才讲的 这都叫定 我们下面来说一下所谓禅 禅也是一个凡音 它是禅那的意思 如果我们用汉语来翻译它 就叫做思维修 或者叫修思维 就是思维的修行 普通的禅定 我们指的叫做四禅定 又叫四有色定 四有色定 就是我们普通人可以练的禅定 或者说禅定里最基础的 它的目标是以离遇 就是离开你的欲望 为前提的 四有色定 在入定的过程中 它的思维和你的感觉 会由粗到细 直至最后凭借信仰 就可以支持人的本能活动 在禅定逐渐入定的过程里 你会从喜乐苦悲 然后直到感受到不苦不乐 感受到没有苦乐 甚至最后感受不到自己 感受不到呼吸 感受不到声音 感受不到所有东西都感受不到 最终连呼吸都感受不到 这就到第四禅 四禅之上 还有四禅 这不是我们普通人可以修的 是高僧们才能修的 叫四无色定 什么叫四无色定呢 就是你已经完全感受不到自己 呼吸啊 本人就是所有的物质 你都感受不到了 有色是指有物质 无色是无物质 四无色定是纯精神的 它是四个层次 空无边处 食物边处 无所有处 非想非非想处 就是到了无穷无尽的地方 到了你想也想不到的地方 实际上 四无色定 就是达到了四种不同的 心理的混沌状态 四有色定 和四无色定 总称 这是禅定的总称 我们说一下 四有色定是普通人的 四无色定是高僧的 这两种禅定的总称 叫八等质 我们刚才提到过 佛教的世界地图的问题 当你禅定的时候 你所幻化出来的境界 是什么呢 是因 我们要记住 佛教里所有的事情 都是在英国铁律的链条里 如果你禅定的过程 幻化的境界是因 那你所脱生的 就是你的果 这个果 实际就是你所脱生的位置 那就是天的分层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 所谓佛教的三界 并不是凭空 胡想出来的三界 是达到这些禅定的人 死后分别可生于的地方 比如 你还能感受到欲望 这个禅 那你肯定是要脱生于欲解天 你脱离了欲望 但是你能感受到本人 感受到物质 感受到色 那你就脱生在色解天 如果你像高僧一样 修的是四无色定 你已经感受不到物质 感受不到 你已经实无边处 无所有处 非想非非想处 那你将来死后 就脱生在无色解诸天 色解诸天的根本特点 是无欲 欲解那就不用说了 他还有欲 色解就已经是无欲了 无色解 那连色都没有了 色解 无色解 欲解 欲解是什么呢 就是有喜有乐之解 就是禅定中 你能感受到喜乐 你将来就会脱生在欲解 那欲解 色解 无色解 这三界 就是通过佛教的禅定 感受出来的 世间三界的分类 就是我们所说的 佛教的世界地图 据此可知 佛教的世界地图 是有天没有地的 它代表很大一类宗教 就是有天 但没有地 大家懂什么意思吗 就是在佛教的禅定概念里头 三界是真实的表现 是真实的幻化 幻化即为真实 但佛教是没有地狱的 地狱的概念 是佛教进入中国以后 跟中国本土宗教相结合 产生出来的概念 在佛教的世界地图里 只有天 没有地 还有一类宗教 叫有地没有天 我们先不讲 以后我们会讲到 有哪些宗教 有地没有天 有哪些宗教 有天没有地 这三界 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们是分层的 欲界分为六层 叫欲界六天 色界分为十八层 叫色界十八天 无色界分为四层 就是四天 就是无色界 我们刚才提过嘛 空无边处 那就空无边处天 食物边处天 无所有处天 就是这个概念 比较重要的是 欲界的兜率天 为什么欲界的兜率天 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天呢 是因为这个天里头 佛陀和弥勒 都在这层天 弥勒本身就是降生在兜率天的 而佛陀呢 是因为传说 他的母亲脱生于兜率天 于是佛陀就上升到这层天 为他母亲讲法 所以说佛陀和弥勒 都在这层里头 所以它是欲界里 比较重要的一个天 关于佛教的整体地图 它是这样的 启示经里说 众生共业 敢得国土 就是说所有的人 共同修行的业 得到一个国土 这个国土是什么样呢 一日月照天地 称之为四天世界 它是这样的 它认为这个世界 就像四个柱子支撑着 如果一个日月照着 有四个柱子支撑 就叫四天世界 或四柱天世界 一千个日月所照的四天世界 构成一小千世界 一小千世界 合在一块 叫一中千世界 一千个中千世界 合在一块 叫一个大千世界 众生敢业的国土 有多少呢 总共称三千大千世界 这实际就是 中国华言宗立宗的 一个概念 就是华言宗就认为 这个世界是三千大千世界 就我们说的大千世界 大概是多少个世界呢 是一千个小千世界 一千个中千世界 十一个大千世界 这总共有多少呢 我算了一下 大概有三十亿个世界 这种宇宙观 当时听起来非常的离奇 但今天看就非常的科学了 对吧 就是难道我们地球外 就没有地球吗 这个宇宙里 大概有多少个 像我们这样的世界呢 我认为很可能 真的是有三千个大千世界 就是有三十亿个 我们这样的世界 在宇宙里头 如果晚上你出门 看天空的时候 你就会很好奇 这个印度人到底是咋想的 因为我们中国和古代的西方 晚上观察天空的时候 总是想象出有很多的神灵 但是从来没有想象过 这些闪耀的星光 是跟我们同样的世界 这种宇宙观 就是印度教独特的宇宙观 佛教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概念 和婆罗门教的天地创始说 就完全对立了 如果不是神创造的世界 而是有无数个这个世界 那么婆罗门就忙不过来了 因为婆罗门说造势的是凡天嘛 那凡天就忙不过来 有多少个凡天 有三十亿个 如果神创世界站不住脚了 那么婆罗门就站不住脚了 再往下推 种性制度就彻底完蛋了 因为我们说 种性制度是由天神身体的 几个部分转换出来的 难道三十亿个世界 都是这种种性吗 我们一定要记住 佛教作为沙门思潮里头的 重要一支 它是以反抗婆罗门教为姿态 登上历史舞台的 而且佛教 它是一种最平等的宗教 佛教徒一律平等 它不光是没有种性差别 佛陀曾经宣声说 今我弟子种性不同 所出各异 与我法众出家修道 如有人问 姓谁种性 答 我是沙门是种 这种宗教观 这种宗教里的平等观 比基督教更进一步 因为在基督教下面 大家是神下平等 就是说有一个超神 超我 在这个超我下面 所有的人是平等的 但佛教不是 佛教是法下平等 在一个佛法下 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 好 我们就把戒定会的定 全部说完了 我们再来说 戒定会三学里的会 因为戒定会 这三学都是解脱的法门 修哪一个都可以解脱 但是早期佛教 更重视会解脱 修会 或者说修智慧 往往被认为是决定性的环节 因为我们谈了 定 这种禅定 是必须在师父的指导下 并容易出现精神异常这种问题 但会就不存在这种问题 这个会和中文的意思 智慧是一样的 从佛教的方法论上讲 就是一种内省观 就是人向自己内省 因为内省的个人体验不同 所以导致佛教的会学 就特别的发达 这也是佛教哲学 之所以丰富多彩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 会学分成两支 一支叫艺学 就是专门研究佛教哲理和佛教哲学的 比如一切有部 唯实宗 还有一个分支 叫格言学 就是我们说的像禅宗这样的宗派 因为我们前面提过 中国的哲学 它不擅长逻辑相扣式的思索 它擅长一步到位式的思索 就是给你举格言 剩下的事情你自己去想去 这件事情到了明末 王阳明就把它发展到了极致 就是心肌理 智良知 行之合一 这种分流 跟中国人的整体文化素质有关 其中有一部分文人 他的整体素质比较高 他研究的就是艺学 这是非常少的 唯实宗自旋状和溃基之后 基本就没人研究了 但是格言学非常的发达 因为格言学它不需要太多的知识 甚至不需要认太多的字 用普通人的话说 就是只要懂得生活的大道理就可以了 这就是汇学